插车式工业搬运车辆可以对承建堆盘货物进行装卸,堆夺短距离运输作业的轮式搬运车辆。 插车的出现极大的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解放生产力为现代工业生产做出巨大贡献。 世界公认的第一台插车是由Clark设备公司于1924年推出的,现代插车设计上基本参考的Carlo人模型。 在二战时期,盟军物料搬运90%的插车都是Clark设备公司的产品,在当时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Clark就是插车的代名词。 我国插车行业起步于50年代末,当时主要以仿制苏联插车。 70年代末至80年代,我国插车行业进行了两次设计整合。 开始引进日本、德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插车生产技术,插车行业技术进步很快。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插车生产国和消费市场,去年销量达到104.80万台,占全球插车总销量五成以上。 根据美国MMH现代物料搬运,杂志发布的《2022年全球插车制造商排行榜》显示, 中国共有两家企业,基深全球TALK10。 然而,世界上最庞大的插车制造商并非来自中国,而是日本。 它的年收入超过了1200亿元人民币,产品遍布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据了全球插车市场的25%的份额。 这是一家怎样的企业?我们又该如何追赶实现超越? 工业车辆可分为机动工业车辆、牵引车、固定平台搬运车等等。 它同指设计用于搬运、牵引、起升、堆舵等带有动力和非动力驱动装置的轮式车辆。 在日常生活中的物流仓储、电器机械、食品饮料、电子商务等领域几乎随处可见。 插车便是机动工业车辆的一种,它可以对包装件以及集装箱等货物进行短途搬运、装卸堆舵等作业处理。 因其高度标准化和通用性被广泛用于矿场、仓库、车站、港口诸多行业。 它亦可以提升工作效率、降低工人劳动、二可提升生产效率、三可减少货物损失。 作为与时代发展息息相关的工业产品,插车的技术水准和应用需求能体现出一个国家的经济与工业化发展。 根据Grandview Research机构2020年的统计报告,全球插车市场总规模为611.9亿美元,并且预计在2028年达到827.4亿美元。 而全球插车市场格局呢? 亚太地区占据41.7%的插车市场份额,欧洲地区28.3%,北美地区占据19.5%,显而易见亚太地区是全球插车市场的主流。 为什么亚太地区占比如此之高? 这是因为全球物流和仓储快速发展,带动了插车的大量使用投入。 其中中国、日本和印度生产活动的恢复增加,又进一步提升了亚太地区的插车市场优势。 而在整个亚太乃至全球,中国都是最大的插车生产国和消费市场。 2022年含出口总销量高达104.8万台,占比全球销量50%以上。 全国工业车辆年销千辆以上的有15家,5000台以上的有20家。 中国插车市场的狂热增速要远高于全球市场,2009年中国插车销量占比全球仅为25%,截止到2020年就已经接近50%,现在又超过了50%,按照单台4万的售价预算。 2030年中国插车市场预计将达到1000亿元,这足以证实国内工业进程欣欣向荣。 既然中国的插车市场和潜力无庸置疑,那现在中国插车制造商的实力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水平呢? 美国《MMH现代物料搬运》杂志此前公布了2022年全球插车制造商前世榜单,其中有两家中国企业赫然在列,分别是位于榜单第八的航插集团,以及位列第七的安徽插车集团。 1956年杭州机械修配厂成立,而这正是航插集团的前身。 他早期主要从事修理配件业务,在上世纪70年代凭借CC3插车的顺利量产而成功转型,一举跨入插车行业,如今凭借20.69亿美元的收入水平成为世界插车厂商佼佼者。 现今的航插集团,座拥77家控股子公司,9家参股公司和5000多位员工。 7家产品,包括最大48吨的内燃插车和最大25吨的电动插车,以及牵引车、搬运车、堆朵车、越野插车等丰富多样的工业车辆,总规格品种多达上万种。 安徽插车集团,前身为合肥矿山机器厂新厂,相比于航插集团,安徽插车的成就要显得更为耀眼,制造出全国第一台侧面插车,全国产业链最完整,综合实力和经济效益最突出的研发基地,产品远销海外150多个国家地区。 目前该集团在陕西宝基、湖南衡阳、辽宁盘景、浙江宁波、浙江湖州多地均设有制造基地,总部则位于合肥和理工业园。 而安徽插车集团也是以22.58亿美元的成绩成功稳居全球第七。 中国在插车领域的成就是有目共睹,有据可依的。 可我们距离世界第一又有着怎样的差距呢? 世界第一的桂冠由日本丰田插车摘夺。 丰田工业总部位于日本,是一家生产销售插车、汽车、纺织机械为主的跨国企业。 1926年,丰田佐吉成立丰田自动之机场,但丰田佐吉对业务有着更强烈的探索欲。 这种动力推进了该厂之后,开发了发动机、汽车、空气压缩机等多元化成果, 并在1956年成功研发出日本市场的首款内燃平衡重视LA型插车。 60年代,插车市场增长迅猛,丰田在日本建立了工业车辆生产厂作为丰田插车的总部, 并在不久后将准时生产和具有人性化的自动化视作公司生产系统的主要意识形态。 严于滤脊的高标准制造,让丰田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制造出多样化产品, 并在1967年首次实现对美国的出口销售。 2000年,丰田工业收购瑞典BT Industries AB并在不久后创新性地推出世界首款交流电电动插车, 让公司的销售额突飞猛进。 短短一年后,丰田插车的全球占有率便标志世界第一, 并在2002年成为美国市场份额的第一名。 这两项成就至今仍无人撼动。 现在丰田工业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一大插车制造商, 年收入超过1200亿,相当于八个安徽合力的体量。 致力于创新和多元化, 这就是丰田插车能位居全球第一的成功要素。 而丰田左级也正是凭借这两点, 才得以实现自己一百年前的宏伟愿景。 那么,在丰田插车身上, 我们能学到些什么成功秘诀呢? 并购厂商,拓展海外, 丰田正是通过不断并购优秀厂商, 扩大自身海外市场, 才得以实现在全球战略布局的领先优势。 而我们也要学习丰田的国际化并购战略, 目前国内龙头插车企业海外营收普遍在20%左右, 认真学习丰田海外市场思维, 我们有能力将自身的全球市场占有率有10%, 提升至15%。 提升核心技术, 提高利润, 国内的插车行业目前仍然主打性价比, 利润不足丰田一半。 所以我们要致力于科技研发, 提升竞争力, 缩小与丰田的差距。 在新的一年, 插车行业出现了新的发展方向, 新能源产品成为主角。 随着环保要求的提高, 电池技术的提升, 电池造价和用电成本的下降, 近年来电动插车的销售占比逐渐提升。 从蓄电池插车到普通锂电, 插车到高压锂电插车, 中国电动插车实现了质的飞跃, 在产品性能上实现了重大突破, 由此打开了新的成长空间。 根据航差集团公众号, 公司于2021年推出FSH系列, 1.5至3.5吨高压锂电产品, 是首款量产型309V高压锂电池插车, 性能全面超越同等载重量的内燃插车, 充电仅需一小时, 可连续作业12小时, 高压护索, 绝缘监测, 确保安全可靠, 进一步夯实了插车的电动化和锂电化发展基础。 中国插车国际化与锂电化相辅相成, 中国锂电产业链优势, 为锂电插车触海保驾护航。 2021年全球供应链受到挑战, 中国插车企业凭借坚实的供应链优势, 通过快速响应把握绝佳窗口期, 交付了质量好, 性价比高的产品, 获得了全球插车消费者的认可, 提高了国际市场的知名度。 未来在插车锂电化的浪潮下, 国产锂电插车, 在欧美市场替代千酸电池插车趋势有望加速, 在东南亚等新兴市场也有望复制国内锂电插车, 替代内燃插车加速锂电化趋势。 在锂电化带来的技术飞跃和渠道成熟的推动下, 中国插车走向全球。 根据公司年报, 行差在国内拥有80多家国内直属销售分子公司和200多家国内经销商, 在海外有300多家海外经销商, 远销180多个国家与地区布局广泛。 对国内来说, 我国是一个地域广阔, 经济层次丰富, 圈层交错共振的经济体, 针对这样的情况, 行业推出应用细分领域精细化的产品及服务, 同时插车用户在技术、市场的发展下需求日益丰盛, 复杂和多变, 针对这样的情况, 推出更多柔性化的产品及相应的营销方式。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 供给侧改革, 插车整机制造企业在提升自身的质量, 持续调整和优化产品结构, 支持插车用户向着附加值更高的方向发展和竞争。